大家好,我叫Elena,我是俄罗斯人。 我们俄罗斯人超喜欢吃宝饼。 我们也有一个节日,叫做宝饼粥,那一周我们一直吃宝饼。 我又拍分开的影片介绍宝饼粥是什么样的节日。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,请看一看,我这边会留一个连结。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俄罗斯传统的薄饼怎么做。 为了做薄饼我们要什么? 首先要牛奶,一个杯子。 面粉,一个杯子。 三个鸡蛋,盐和糖。 现在我们就开始。 我们的冰面糊好了。 现在我们就开始煮。 为了煮薄饼,我用这种的平地锅。 这是特别做薄饼的平地锅。 而且我用这种的大炭烧。 我们的薄饼都做好了。 是真的煮的时候,我们吃了几个非常好吃。 所以很建议你们试试看。 在下一个影片,我们会介绍我们会怎么吃, 这种的薄饼,会做什么样的内衔。 所以,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,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。 拜拜! 拜拜!